蜂窝性组织炎案例 陈女士1954年生 职业看护 2018年3月被业主养的猫身上的跳蚤咬到左脚踝 起初只是小小一个红点 穿鞋子有点痛 因看过张医师的影片 自行用姜粉加姜汤涂抹换处 半小时左右洗掉 在毛巾包裹暖暖包24小时绑于换处 皮肤出汗 造成毛巾潮湿 因没有适时更换干毛巾 湿度加上热度 导致皮肤烫伤 面积更逐渐扩散为一大片 痛到无法行走 虚持拐杖辅助 3月中询问志工 建议换处用姜粉姜汤涂抹后不再包裹 使其通风干燥 每小时重复处理一次 一星期后即可下床走动 上市场买菜 3月31日志工建议调整热源使用方式 20克干姜熬汤 放保温瓶 除了喝 每半小时倒出温姜汤 喷换处 再用吹风机吹30分钟 如此反复不断补充热源 烹调时也都放大量姜丝 前后约三星期从伤口扩散无法行走至痊愈 调理前 调理后 调理三周后痊愈